哈喽大家好我是龙月唐的飞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教大家简单的和水晶做连接 相信有很多人对水晶越来越感兴趣 而且买水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招财招健康 反而是莫名的心里面被水晶给吸引了 有时候你只是去逛个市集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进到一间水晶店 你看到了某个水晶好像在呼唤你好像在吸引你 而你将它拿起带了回家 那么很多人会说我觉得那个水晶就是属于我 或是有的朋友会说 我觉得这个水晶好像就是要跟你 是不是最近有很多这样的感受呢 如果是的话那么不妨拿起你手上的水晶 试着和它连接看看吧 很多人会觉得跟水晶连接很困难吗 其实并不会哦 因为水晶它们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像我一开始在接触水晶的时候 水晶都是给我很多的几何图形的图案 那一开始我并没有办法去翻译它们 而有些朋友会说 他好像在看小说一行字跳出来 水晶给了他一个信息 但水晶并不像你的好朋友一样会讲 吉利瓜要讲一大堆 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语句 或者是一个感觉感受 有些人可能对于一些水晶给予的鼓励句啊 或者是一些关爱的一些句子 是没有接收到的 或者是不知道呢 是脑海制造出来的幻想呢 还是说水晶真的在跟我心电感应沟通呢 好 那还有一种就是 有的人当他握着水晶的时候 比如说像黑币洗好了 他也是个电气石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有点电流感麻麻的 又或者是握着白水晶的话 或其他水晶 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怎么拿到那个水晶就觉得手好像 痒痒的有点电流感 其实这都是水晶在跟你一起共振哦 万物都是震动频率和能量 那么每个不同的水晶 粉水晶 白水晶 或者是透实膏 各式各样的水晶 他们的震动频率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呢 假如说你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水晶 你可以先用一只手握着 用一只手不要握 然后就盘坐着冥想 五分钟十分钟 去感觉看看 那个能量的流动 有握水晶的那一只手 和没有握水晶的那一只手 感受会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会感觉到一股流动的感觉 或者是当你握着像绿水晶骨干的时候觉得 好像有点清新凉的感觉 或者是握着透实膏的时候觉得 头部好像还蛮舒缓的 或是拿透实膏在身上当橡皮擦 这样擦的时候 你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个橡皮擦 好像一推过去就觉得 好像舒服蛮多的 或者是粉水晶 有一些是粉水晶做的刮沙棒 当你这样推它推你的手 或身体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比木头 或是用手去推一些 酸疼的地方比较容易可以舒压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多说 就是让你去拿起你桌上的 或是你床头旁边的一颗水晶 握在你的手中 什么都不用多想 你只要去把你的感官向内收射 去觉察 这个水晶给你的流动感 它有可能就只是一种流动 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鼓励剧 或是一个心电感应 或是一个单词 或是画面 或几何图形 都有可能 藏开心来去接收 这些不同的信息 也不要有过多的预期 没有感受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多试几次 有的人可能在前面五分钟 没有什么感受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 他可能觉得 好像我觉得有一股流动感 跑到从我的腰 胸口 头部 然后接着说 我最近其实头有点不舒服 工作压力有点大 而那个也是一种 水晶在疗愈人类的方式 因为水晶它就是来协助人们 一起疗愈一起成长的 所以 不妨就握在手上试试看吧 好 闭上你的眼睛 去觉察你的呼吸 手上的水晶不用握得太紧 它并不想被握得紧紧的 你只需要放松轻轻的握着就可以了 轻轻松松的和自己在一起 让你的手放松轻轻松松的和水晶在一起 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胸口或是眉心轮 去想象你的眉心轮或胸口射出了一道光芒 连接到你手上的那个水晶 也许会对你的连结有更多的帮助哦 接到你手中的轻松松的和尽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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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